新名,本站飛語網https://fearhistory.blogspot.com 自網路收集整理之書籍、文章、影音近公寓欄交流學習研究,其書籍、文章、影音、情節內容、評論屬其個人行為,與本網站無關。 版權歸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,請在下在24小時內刪除,不得用作商業用途,如果你喜歡其作品,請支持訂閱購買,正版!謝謝! 32 館 《賽的叛亂》下 與周公彈的巧妙佈局相比,管叔先卻處處被動。 首先,管叔先無能獲得實力派人物的支持。支持他的,只有自己的弟弟蔡宿道、霍宿處,至於民王、武王時期的功臣們,都不支持他。 照公式,齊太公更指牙則明確地表示支持周公彈的政府。從一開始,管叔先以地方諸侯反對中央政府,在政治上就居於下風。 其次,管叔先、蔡宿道地盤小,實力不強,不得不以重於救恩勢力。他們把就王的兒子母庚拉下水,同時拉攏了懷疑,隨用等布洛爾及染過。 不過,管叔先犯了一個十分嚴重的錯誤,他所拉攏的諸侯或暴落,軍事以前相就王徽下的打手,這就給外人造成一種印象,因相要復辟了。 這是管叔先最大的敗筆,後來被周公彈巧妙加以利用。玩弄政治,並非管叔先的強項,玩弄軍事,他也沒有這個本領。 我有點懷疑,周公彈的真實容易便是挑動管叔先的叛亂。對管叔先的質疑,周公彈除了吸出一個牽強的解釋之外, 似乎就沒有嘗試作進一步的溝通,反而是做足了戰爭準備。 周公彈與管叔先兩人的矛盾勢必由來已久,真正能夠動搖周公權勢的人,也只有管叔先,因為民皇的的子中只有他給周公連獎。 倘若管叔先只是口頭抗議,周公彈也拿他沒徹,畢竟自己的哥哥是肯有份量的人。 可時,只要管叔先舉兵叛亂,周公彈便可以明正言順地將這個唯一有威脅的人就地正法,一路永逸地解除後患。 管叔先終於沒能尋得住氣,他率報叛亂了。叛亂的人,包括管叔先和他的兩個弟弟蔡叔道與霍叔處。 這三個人,都是周公彈的親兄弟,同父同母,如今卻想演了一出同失粗歌的悲劇。 這場叛亂又稱為三監之亂,所謂的三監,指的是管叔先,蔡叔道與霍叔處,他們三人的職責是監視恩相救部,故而稱為三監。 參與叛亂的還有母庚的恩相救部,以及東方一歇諸侯及蠻兒暴落。 這是考驗新王朝的時刻。 這是考驗周公彈領導力的時刻。 我們在翻閱中國王朝史時,會發現一個規律,幾乎所有王朝在建立初期都會出現正局動盪,一般發生在開國帝王去世之後。 能挺得過來的,便可以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,挺不過來的變亡國了。 比如說,漢有七國之亂,明有靜蘭之亦,清有三凡之亂,挺過來了,王朝傳活兩三百年,二秦,徐爾及南北朝,五代時諸國等,都沒能挺過來,便只是短命帝國。 在就之前的下,雙也同樣發生過類似的事情,夏朝第二代帝王就失去權力,權力落入野心家厚毅,汗足守眾,雙代第二個帝王就被權神醫穩給流放了。 如今周皇朝也面臨同樣的問題,周城王剛剛上台,周公彈與幾個兄弟就反目承受,不得不兵庸相見。 由於後世儒家十分推崇周公彈,對於三監之亂,古代學者們自然都站在周公彈一邊,周公彈成了正義的一方,二管,蔡等人則成了邪惡的一方。 當然,也有一些微弱的聲音為管宿先、蔡宿道辨解,比喻明是溪康社的《管蔡論》,認為此兩人復教信義,忠誠自然。 依我之見,管宿先、蔡宿道談不上什麼信義,周公彈也談不上正義。 兄弟之爭,就是權力之爭罷了。 古人的思維無色,不過是聖王敗求,倘若戰爭的聖者是管宿先、蔡宿道,勢必又要被吹捧為康扶皇室的英雄。 三監之亂迷無重重。首先,我要給管宿先發動的叛亂下一個定義。 從史書的記載來看,這場所謂的叛亂,實質上是管宿先等人拒絕服從周公彈控制下的朝廷,頂多就是勇兵自重,沒有證據表明管宿先斗習軍隊進攻周公彈。 這一點判斷是很重要的,我們必須注意到以下事實。 第一,管宿先等人指示反對周公彈涉政獨攬大權,並沒有反對周成王。 第二,管宿先勇兵自重,並沒有自己稱王。 第三,管宿先並沒有出兵進攻古經,武力稱軍則。 或者可以說,管宿先的做法,只是幾個諸侯聯合起來抵制周公彈的獨裁。 相比於周公彈自己行涉政權,管宿先等人的做法並不見得過分, 因為周公彈的涉政權並不是周母王授予的,沒有合法性。 對於不合法的周公彈政府,他們拒絕承刑。 管宿先等人企圖以此對周公彈施壓,可視他犯下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, 他把相袖的兒子母羹拖下水。 管塞世家,是這樣寫的,管宿先、蔡宿道而周公之為不利於城王,乃歉母羹已作聯。 由此可見母羹之所以捲入叛亂,完全是被管宿先與蔡宿道所協逼的。 管宿先與蔡宿道在這件事上考慮欠妥,他們以為多一個諸侯之詞,便多一分聲勢,實則大謬。 倘若他們拖其他人下水,倒不至於引起恐慌,偏偏拖了就王的兒子, 這不由得令人胡疑,莫非因相要復辟。 你想想,周公但是何等老年之人,他馬上抓住了管宿先的致命弱點。 大家都知道,因相滅亡後,母羹名為諸侯,實際上頭上頂著三座大山,管宿先、蔡宿道、霍宿處三個人監視他一個人,他連屁都不敢放一個。 在三監視亂中,他就是一個被脅迫的小角色罷了。 可視到了周公但那裡,這位老衲的政客可不這樣認為,他巧妙地把三監視亂定義為因相殘餘的復辟。 如此一來,本來是兄弟之間之爭的人民內部矛盾,變成了因相勢力反攻倒算的敵我矛盾。 我們不能不說,管宿先者一失誤是致命的。 周成王雖然年幼,卻也沒有糊塗到是非不便。 我們在老周公世家,中漢到一句內人尋味的話,王亦未敢奮周公。 未敢意志,實寫出周成王對周公的畏懼心理,整個朝廷都把持在周公但手裡,他連個屁也不敢放。 管宿先針對的只是周公但一人,絕不可能針對周王半辯。 然而管宿先的政治智慧遠不及周公但,周公但一旦規察到管宿先的遠立,就毫不猶豫地反擊。 他以周成王的名義發佈了一篇告文,稱為《大告》,這篇告文是以周成王的語氣寫的,實則出自周公但之手。 裏面最重要的是者摩一句話,我已得到吉利的白兆,我要帶著你們眾諸侯去討佛那些恩相的伴神。 舍在者裏,我也不免為周公但的厚黑術學彩。 因王之子母更須也在叛亂者之列,實則是重犯,被三監協迫不得以而為之。 到了周公但這女,他成為主謀者。要視母更有充當主謀的實力,三監協迫不得。 周公但耍了這個花椒,著實稱得上高明,在政治上化被動為主動。 大家想想,反對周公但的都是什麽人。 都是他同父同母的親兄弟,這麽多兄弟一起反對他,可見他自己充當涉政王,那是犯了重奴。 原本管叔先等人的逼供令周公但難以招架,在政治上完全陷入被動,他為自己辯解的理由蒼白武力。 可視他抓住母更的編子,大造文章,竟然出其制性,他極力向諸侯解釋,這次叛亂乃是因傷勢力的反攻倒算。 要是因傷復辟,大家都得到尾,不要忘了,當年滅臼王,八百諸侯都有份兒,現在人家兒子要復仇,你們看著辦罷。 儘管周公但使出的這招殺手十分厲害,但反對母力討伐的人還是很多,因為許多人根本不相信母更是主謀。 他們聯合向周公但盡言說,如今時局艱難,百姓騷動,這件事要解決,在於皇室與叛亂諸邦對話協商,我們大家反復考慮後認為,不可以興師討伐。 周公但代替周公回答說,我深思熟慮過這些問題了。 對,興師討伐,確實會擾動天下寡無衣之人,實可哀也。 可如今大災難降臨在我身上,我這個年輕的國王不能僅僅考慮自身的安危榮辱。 你們應該要勸諷我,去完成先皇之之追求的事業。 其實周成王也就是木偶一個。我想到一個好玩的東西,就是舞台上表演的傷王,一個人在前台比劃,一個人躲起來幫他說話。 這個用來形容周成王與周公但,真是再貼切不過了。周成王一。 聲不寒,周公但說話時也沒忘掉他的身份,不是自稱年輕的國王,艷然自己就是代言人。 在,大告,一文沒美寫道,天為喪恩,若夫,與賀錦不忠則某。 意思是說,上天要滅亡恩相,我得完成上天的使命,就如同一個農夫得完成自己的農事一樣。 很明顯,周公但是鐵了一條心,要產平三監之亂。管叔先不除,周公但的權力就面臨挑戰,他就寢食難安。 權力之下無親情,這是歷史反復證明的真理。 此總是歷史上多了去了,尋有胡亥薩興扶蘇,除有楊廣父,唐有李世民薩興薩弟,明有朱弟薩侄。 對周公但來說,管叔先必須得死,只有他是自己的哥哥,只要他死了,其他弟弟誰也振不住自己。 其實所謂的三監之亂原本就是個謊言,管叔先頂多就是勇兵自重,不服從中央,他並沒有掃諸武力,更沒有出兵。 反倒是周公但大打出手,他抖襲周政府軍隊與眾生氣,殺氣騰騰直撲三監地盤。 我前面說過,管叔先這個人才能不濟,在政治上因為拉姆庚下水被周公但抓住鞭子,在軍事上又全無戰略可言。 北面的燕國,東面的齊國,老國都效忠周公但,從戰爭一開始,管叔先的勢力便遭到三面包圍,這注定是一場不可能取勝的戰鬥。 此時距離武皇佛袖不過才七年的時間,周公但的軍隊,都是參加過佛袖戰爭的舊部,作戰經驗豐富,堪稱精銳之師。 管叔先、蔡叔道、霍叔處本來兵力就有限,至於武庚,更不可能擁有多少武裝,這如何是政府軍的對手呢? 周公但的軍隊勢如破竹,連戰連接,這場實力完全不均等的戰爭狠快便以政府軍的全面勝利而告結束。 歷史上周公但一直被認為是聖人級的人物,那是瑜伽吹出來的。 當年對待恩相戰夫時,周公但十分寬容,建議周武皇把他們釋放回家總田。 可視對待自己的親哥哥,周公但卻毫不留情,他堅持將管叔縣送上段頭台。 一起被處死的,患有就黃的兒子武庚,明眼人都知道他並非真正的罪魁禍首,指示周、管政治鬥爭中的甲心肉罷了。 對於三監中的另兩個巨頭,即蔡叔道與霍叔處,周公但留下了兩人的小命,因爲這位聖人不願意讓自己背上是殺的惡名。 在他看來,蔡叔道與霍叔處的份量遠遠不及管叔縣,這兩個都是自己的弟弟,從長幼次序來看,他們也不可能與自己爭奪權力。 蔡叔道最終被留放,周公但橫視給了他一點面子,安排給他十輛馬車,另配七十名隨從。 不過蔡叔道似乎並不願意認錯,在有份之中死於流放地。 蔡叔道死後,他的兒子幾乎認錯態度良好,接受政府改造,這令周公但很滿意,正好可以拿來做宣傳。 周公但先安排幾乎為老國興事,老國就是周公但的地盤,他兒子白琴在那女統治,因此也可視為是對幾乎的政治考察。 考察一段時間後,周公但認為幾乎思想改造不錯,便又把蔡國鋒吸他。 霍叔處沒有被留放,但被貶為樹人。 在三監中,霍叔處最年少,懲罰也輕一點。 至於因相舊步,在武庚死後,分為兩步,分立為兩個諸侯過,一個是宋過,一個是衛過。 就皇的哥哥,連賣的梅子啟被請出來當宋國的君主,為國則封吸了周公但的另一個弟弟康叔。 除此之外,周公但的另幾個弟弟分封如下,叔鎮度封於曹,叔母封於成,貴在封於。 周公但把這些弟弟全部顯回各自的封過,不留在朝廷任職。 如此一來,周公但獨攬大權,再沒有哪個兄弟敢挑戰他的權威。 三監之戀的爆發,是就皇朝建立後所遭遇的第一次危機,儘管這次所謂的叛亂很快就被鎮壓下去,但朝廷意識到有必要加強對諸侯諸暴的控制。 三監之戀得到了東部諸侯淹國,懷疑,徐勇等部落的支持,若不是周公但事先在東部安插了齊,老兩國作為其子,東部的局勢可能更糟。 周興起於西部的其周,在東方的勢力營救薄藥,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,周公但事必要把徵伐的矛頭對準不服從朝廷的東方諸暴。 東方諸暴中以掩國勢力最強。 相代曾遷都於掩,因此掩國與因相關係十分緊密,故而史書上又稱為相掩。 其國範圍在曲埠附近,也就是與老國相倫。 不要忘了,老國乃是周公但的兒子白琴所居,於公於是,周公都必須消滅染以確保老國的安全。 染的實力不容低估,新公甲建議周公但,先擊弱敵,後擊強敵,復仲小以劫大,先征復懷疑,隨用諸小暴落,再回頭攻打染過。 周公但接受了新公甲的建議,隨公打懷水,四水一帶的兒暴,消滅了十七個暴落。 在東部戰爭中,除了周政府軍之外,齊國,老國應該都參加了。 打敗懷疑,隨用之後,周公但集中兵力攻染,年輕的周城王遇駕親征,當然這只是擺擺樣子。 此時的染國已經沒有與盟軍隊的支持,孤軍奮戰,當然不是周師的對手,都城最終被攻破。 至此,東征之亦獲得了徹底的勝利。 在東征之亦獲得了。 因此,廠家、小林 Sana活動臨痛詞、 Alyssa occur revival。 以下路亂告疑,周 owners trois路亂告… we Co ! 對…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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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